欢迎来到飞碟午餐 我是尹乃金这个众所瞩目的立拔院政副议长选举 好不错就一如这个预期 他在第一轮的时候呢 韩国瑜拿到了54票 黄山是这个 这个游席坤拿到了51票 很妙的呢是黄珊珊呢 应该拿到8票 但是呢有一票是争一票 然后陈兆兹呢 刚才就承认就说是因为呢 他盖的时候啊 他那个盖章的就是那个印章 那个比那个印尼呢 就不小心呢 就是沾到了 重点是无意的 还是有意的 这个就是这个差别 对不对 就管他怎么盖 出来说话的人 就是汤绍成教授 今天汤老师的这个时间 等一下我们请汤老师呢 跟我们进一步的这个分析啊 就是好 这个曾经 陈昭姿 这无影税 黄山少 少一票 然后呢现在呢 他就要必须进入到第二轮啊 好我们请汤教授继续分析之前呢 很快的来看一下 这个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呢 今天下跌了 7.65点啊 也算是小跌啦 昨天因为 美股呢都中错嘛 因为这个联准会呢 这有在于什么时候呢 要开始 这个停止 这个升息的部分啊 这放音 所以说 今天的这个台 美股大跌啊 那台股今天小跌 跌了11.62点 指数来到 17,877.94点 跌幅是 0.06% 好我们来看一下 亚洲主要的股市 嗯 日经二五指数呢 跌了307.62点 指数来到 35,979.09点 跌幅是 0.85% 向往恒生指数呢 倒是涨了啊 涨了211.40点 指数来到 15,696.47点 涨幅是 1.37% 嗯 上阵指数呢 是涨了 5.48点 指数是 2794.03点 涨幅是 0.20% 深圳综合指数呢 是 今天涨哦 涨了109.69点 涨幅是 1.34% 指数来到 8322.60点 好我们回到呢 这个汤绍成教授的 这个时间啊 然后来 先来讲 立法院的 政府院长选举啊 好 呃因为呢 民众党 昨天的决定呢 就是说 他们8票 投自己啊 然后呢 持续的 还是在跟 呃 绿营在那边 撩啦 就说 你们偷我啊 偷我啊 对有一个重点是 都没有跑票 都没有跑票 只有一张废票 就一张废票 争议票 对啊 争议票 就是那个 陈昭之 他无意的啦 承认了 他承认 他后来就在脸书上面 讲了啊 很抱歉 很抱歉 因为呢 我觉得这个就很不容易了 原来还还怀疑说 有没有政党跑票的 你说每个人都没跑票 不错 那就很好了 对 对不对 一块铁板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呢 这个国民党呢 就是被 被人家不信任嘛 就说你会 你会这个跑 有风声出来嘛 而且呢 其中有一张呢 会跑票的人呢 其实就是傅昆奇 然后呢 真的吗 是啊 我都没听说是他 对对 其中有一个 四个人里面 有一个是他 然后但因为他自己 就是有案底的 就是有一些争议的啦 有争议的 然后呢 但因为他自己 在选举期间的时候 他就布局 他当时是要选 这个院长嘛 然后院长选不成了 他后来又去争 这个总招 你自己既然 已经当了这个总招了 那这个东西 当然要把它给雇注嘛 再加上傅昆奇 自己形象有争议 然后呢 你又争着去当 这个总招的情形之下 你连这个第一站 都守不住的话 那不就是被骂死了吗 好看 然后 现在就是第二轮的 这个投票 接下来第二轮的投票 投票的时候呢 如果是按照民众党 他们自己昨天说的话 他们第二轮就不会参与了嘛 他可能就 可能就 不知道他用什么方式 是离开呢 还是怎么样 好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韩国瑜当选嘛 但现在的一个 真的吗 你觉得吗 你觉得还有什么变数 如果说民进党全部灌票 灌给黄 黄珊珊 没有啦 第二轮没有办法 因为第二轮的话 嗯 第二轮的投票是第一轮的前两名嘛 才会印在第二张选票上 所以就是只剩下游席坤跟韩国瑜 所以选票上面没有黄珊珊 所以选票上面没有黄珊珊 这个呃 民进党 对对对对对对 民进党只有一次的机会 就是在第一轮投票的时候 如果说他们呃打定主意 就是不管怎么样 我就是不要韩国瑜当立法院院长的话 他们只有在第一轮的时候灌票给黄珊珊 黄珊珊才会出现 第二轮只有一二名 所以说没有没有机会了啊 那呃 为什么就说呃 为什么民进党不愿意灌给这个黄珊珊 呃在之前的时候呢 民进党的确是有跟呃 清明党这边呃民众党这边 有在进行沟通啦 或是希望他们能够支持游席坤啦 希望能够怎么样策略的这个联盟啦 嗯 但因为接触接触的这个结果之后 他们觉得民进党 呃民众党非常的不可信嘛 嗯 就是你 你今天就算 就算是说 哦我希望游说你们民众党来支持 嗯 游席坤 好 我也 你也没有给我承诺说 你这个副院长要不要支持我的人 好 那民众民进党基于长期跟柯文哲 呃合作的不愉快之经验 哈哈哈哈 所以就就不完了啦 就是 就是 那就是韩国瑜 他们自己投他自己 就是就是 当然就是投他们自己的啦 哈 但是他现在还有一个 对 还有一个悬念啦 就在于是说 因为 明 明 就是到底副院长是谁 因为民众党 副院长 然后 就是 柯文哲就是悬念啊 他就说他们今天中午的党团的这个会议会在开会啊看明天早看今天早上的院长的选举结果之后 他们在决定他们在决定他们在决定他们的副院长要支持谁那国民党方面呢如果觉得国民党方面呢如果觉得说早上的那样的选举的结果表示是民众党的就是已经是按住了韩国瑜当选了的话 呃民进国民党这边他们其实并不排除就说我可能在副院长的时候我会支持民众党啊所以说不是民众党就是黄珊珊还是谁不知道啊因为他们不知道啊因为他们昨天推出来的人是黄珊珊是选院长啊是选院长啊所以不知道他们也可能啦也有可能他们推出来的副院长也是黄珊珊所以说可以灌票了吧那就是就是国民党啊 国民党的把票支持给这个黄珊珊看他们怎么做啦看这个民众党要怎么做你怎么看这个柯文哲玩这一局啊你觉得他智商很高吗我是觉得柯文哲把自己呢把自己高估了他自己啦对我倒觉得说他把自己玩的越来越小啊意思就是说我实在是非常不看好这个民众党的未来啊为什么呢就说因为以前新党也是 是哎呀不可一世结果话来啪一下全部为什么呢因为他里头的这个同质性太高了那他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他里头的这个一直性太高了嗯啊这个因为那个新党的同质性的什么都是学者然后呢这个民众党这边呢又一堆蓝的一堆绿的啊这个你说他们真的是一块铁板吗我是觉得很难啊啊未来未来我看他大概还是说 呃个案研究啊意思就是说这个案子我觉得可行我就支持支持支持蓝的啊那个案子我觉得怎么样就支持率的啊大概是变成变成这种情况啊那你说真的会怎么样啊譬如说现在下一个就是20262026的地方嗯因为现在民众党没有地方啊 嗯地方的全部全军附负啊那你那个什么议员是议员现员就就各位数字啊所以说他的地方的经营我觉得还是非常有问题的啊所以他就必须要傻嘛啊对啊对啊好啊那你说你一堆年轻人年轻人帮你地方去弄你你弄得过那些国民党蓝蓝蓝绿吗 我觉得我觉得我觉得很不乐观啊那除非他有一些什么样的啊你说这几个立委啊有些这个非常特殊的表现啊在整个这个立法院里面啊能够呼风唤雨那这东西可能就另外一回事那可是呢我是觉得说真正要做到这一点啊我觉得也不容易不容易非常非常困难的而且呢这个九合一的选举哈当然就民众党他现在有去呃要 开始从里长啊议员啊这样子来培养我觉得他出使的这个策略就比如说我们呃看到说有十九岁哈所以有个很美的一个女生我身边还没看到照片应该是蛮美的吧说是要去选这个里长啊我觉得民众党的这种策略其实是对的就说从基层嘛欸就说不是我老师我还没讲完我的策略对什么美女排他的美女就一个两个啊他不是一群美女他打这个帅哥美女台这种东西 绝对是对的呃因为呢虽然说这个会被讲起来就会有些性别上面的什么的啊柯文哲就在那边讲说什么啊你就是什么呃厌女啊丑女啊然后呢就是利用这些这个呃这些呃发言人啊美女发言人来去来去洗白或者但是我跟你讲讲这些东西呢都是空气都只是都只是在批评而已事实上呢他就是有票好他有票你说美女有票美女有票美女就是有票 美女也要会讲哎你嘴巴也要民众党这些人都不错哦而且呢美女的美女我们讲美女的定义就是要有人缘好就说你的人呢就是当然不可能每个人都是都是林志玲啊说什么就很美但是呢你就是要有人缘就是头哎人缘很重要对好然后呢口才很重要好然后呢 因为帅哥我就发现奇怪啊帅哥不太好找啊啊为什么呢啊哈哈哈很多嘛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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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就是有意从政的这个部分帅哥真的不容易所以出来了几个呢大家就觉得哇这个凤毛麟角好唐老师来帮我们分析民众党的未来为什么你不看好你把这个话题说完好因为我是觉得啊这个民众党的他之所以有今天的这个成绩啊嗯第一个你的 你的這個區域立委權權掛啊你現在只剩下不分區的不分區的話那是靠你柯文哲 而柯文哲呢靠什麼呢靠民粹 嗯啊可是我們不要小看這個民粹 因為你這個民粹的這個力量啊現在是越來越大啊我們現在等一下我們講這個川普啊還講到歐洲啊還想到這個中南美啊 在到處都是是小川普啊各種川普都出來了還不只是一個川普啊啊那可是呢我也是覺得啊像這個柯文哲啦他也有這種特色 你想想看那個造勢的最後一天哇塞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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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百姓的這種支持度快流淚了你知道嗎 搞不好底下的人真的有人流淚了就感動到那種對我們有沒有有沒有有沒有我上次有沒有講過啊就說這個三個廠啊三個廠是我是沒有去我之前他講啊 嗯他說國民黨是什麼特色啊百分之九十六十歲以上啊就比較老啊全部是老弱殘兵啊 對老弱殘兵啊木器成長第二個呢民進黨的呢大概百分之七十是老的嗯嗯啊年輕的呢可能是扶著阿公阿嬤去的啊這個是被迫去的啊真正的年輕人啊也少之又少 他就基本盤啦對嗯可是民眾黨呢還有一個什麼特色呢嗯他說啊不但他是年輕的他推小孩去嗯嗯嗯哎這表示說你這個 家裡面的沒沒沒沒空沒時間沒空啊啊所以說我小孩子一起帶著一起去啊那所以說這個狀況是 確實是讓人家感覺到是比較特殊的啊那可是呢你說現在你這個柯文哲你現在是這樣擺來擺去擺來擺去在這個藍綠之間 你要都沾點好處那結果呢搞到現在那如果說大家都不理你那不理你的話你這個關鍵 就不是少數少數就不是關鍵啊啊那可是呢未來我在想啊啊這個當然是事在人為嘛 這才是最重要的嘛就看看你這個八個立位你能夠怎麼表現吧對不對 那我看能夠表現的大概就是前面那兩個吧雙黃對不對那其他的我就不敢講啊我也不是很熟啊 那意思就是說他現在柯文哲要表現的這個舞臺跟他的這個空間還其實都還相對的比較有限 你說柯文哲你要怎麼表現 你知道就是當一個當一個這個這個領導然後領導呢你自己本身沒舞臺你就是一個很光感的 他就努力跑新城啊然後繼續這個經營地方啊演講啊 光感的黨主席對不對光感黨主席讓我去看你你去你去怎麼怎麼去怎麼來處理 所以我是覺得我還不是很看好啊不是很看好當然了國民黨跟民進黨他們也有他們自己的問題 可是我想可是我想說總的來看的話這個所謂的台灣這個第三勢力啊是不是真的能夠以後有一些什麼樣的這個偉大的作為啊 我是覺得還是蠻蠻懷疑的啊尤其是他內部啊內部你像譬如說他那個裡面排名排下來的話就前面三個是非綠的綠的不得了啊 那後面的幾個呢不是很綠啊那說到底你們這些人你到底以後為了這些這個議案你要怎麼樣的妥協啊到底裡面內部你會不會到內訌 這些我覺得都是問題啊是很難說的啊尤其這些人也都沒有什麼經驗啊都是新人嘛 而且到這個呃就是硬仗就是在九合一嘛還有這個就二零二六跟二零二八嘛哈 對對對我就說到了九合一的時候九合一很快啦九合一很快就二零二六然後呢九合一的時候在一些重要的哈 比如說他一定是撒卡都然後單一的我看很難很難就是我就說高鴻安能不能夠連任我都覺得打一個很大的問號了哈 然後民眾黨撒下去的人呢不管他撒多少人啦沒有一個會當選的不會有一個人當選單一的單一的就不可能 那你現在多其次的你像上一次他們的這個議員可以選啊因為他提了一百上一百個啊 可能上幾個大概就十幾個對這議員可能會選的還還不錯啦但是可能會有些不錯的成績啦因為他的機器低嘛 嗯他的機器低的時候他有成長成長空間就就不錯了嘛但是呢你要靠這種不管是里長議員 對人的什麼然後去堆疊你組織的力量說能夠讓柯文哲在二零二八當選的難度也是非常高啦 二零二八根本看不見 對對對難度也非常高好難說就是變數很多啦變數很多搞不好到時候發生了什麼重大的這個事情的時候真的有二零二八選舉嗎 他這麼勉強說好跟大家問好這個大伯奇好 ZZZ然後轉身右天堂大家呢大家好也好很難這意義再問候了不過呢 你好你好 剛剛有一個朋友說說這個湯教授今天很淡定他覺得有點不尋常 為什麼不對勁我選前的時候吃了炸藥 哈哈哈哈 因為急嘛 因為急選後就當然 不然不然不然安裝啊哈哈哈哈 好湯教授呢今天呢 您要先跟我們講川普現象對吧 對好來請說 好 這個川普現象啊 他不是一個單一的現象 嗯啊因為我們看到了現在歐洲還包括這個阿根廷南美啊都有小川普啊就有各地各國的川普啊這裡頭呢出現了什麼狀況呢就說他是主要的我們用一個名詞來歸納的話就是我剛剛所說的民粹啊民粹有什麼特色呢民粹的特色就在於說他是反傳統反現狀反精英嗯他都反譬如說我舉例你說這個啊 啊這個川普他說你金正恩大家都討厭金正恩對不對 他說你看我跟他這個情書往來啊我跟他好朋友 對啊真的是love letters 他就說意思是說你們一般人做不到的我才做得到對不對好這第二個他有一次啊跟這個普丁啊在這個冰島的首都叫做Rikovic 在雷克雅衛克 欸老師你你會念這個再再念一次跟我們Rikovic Rikovic Rikovic 他在那邊啊欸這個我覺得也是非常特殊的一般人都不敢這樣幹的好他怎麼做的他跟普丁兩個人在那邊會談嗯 可是會談呢就一個人只帶一個翻譯帶一支筆帶一張紙這樣就進去了結果搞了裡面在裡面那麼搞了這個三四個小時都出來沒有人知道除了那兩個翻譯以外沒有人知道他們兩個談了什麼欸在美國欸是而且呢我覺得這個太驚訝了你知道嗎因為他就都要記錄你不知道你這個總統呢在那個場合裡面呢你到底是答應了人家什麼 啊對賣了什麼都不曉得不知道欸不只美國人緊張欸歐洲其他的國家都很緊張欸都很覺得很怪會不會被川普給賣了 對可是呢後來因為我跟很多的這個學者啊我們都這個就在討論這個問題那有些美國學者啦什麼什麼的我就提一個概念 嗯我說啊他們兩個啊為什麼不帶他的幕僚啊包括國務卿啊包括什麼什麼什麼的我說因為川普有一些可能跟普丁之間的案盤啊是不可告人的是你知道什麼案盤就是他他當初在這個當初在這個俄羅斯的時候他是不是被人家抓住了什麼把柄啊我覺得還不止那個你覺得不止那個嗎我覺得最重要我猜出來的案盤呢結果欸普遍的很多我的周邊的人 都同意好我現在怎麼怎麼講他的案盤啊就是因為在川普選的時候普丁現在媒體都說了普丁有介入嗯好普丁介入是幹什麼呢因為他是為什麼要介入呢是因為他討厭希拉蕊他為什麼討厭希拉蕊呢就是說因為希拉蕊在選前大概一年多的時候他曾經講過他說普丁選舉做票 結果結果呢引起俄羅斯暴動你還記不記得對不對俄羅斯暴動普丁花了很大的力氣才把這個暴動把他壓住壓抑下來了 結果普丁就這麼懷恨在心說這個人這個女人這個女人啊你絕對不可以讓他怎麼樣怎麼樣好了結果他出來選了結果普丁呢他就用各種方式呢他就是來攻擊希拉蕊 你看看很慘那就是什麼電郵門什麼一大對阿就用這種這個這個資訊站對不對在各種方式來抹黑希拉蕊 其實他抹黑希拉蕊他就是在幫川普因為普丁我剛講他是討厭希拉蕊他其實跟這個川普也沒什麼交情可言對不對那所以說因為這樣子那川普當然了然於心嘛 所以說他才會說 哎這個普丁啊他川普以下的他所有的幕僚都說普丁是壞人 可是他說普丁是好人 為什麼他當然有道理的啊 因為普丁幫我選舉啊 如果沒有普丁的話 我覺得他還不見得選贏希拉蕊 是你覺得對不對 當然好了 哎老師老師厲害 就說我覺得大部分人大概都忘了那個穿普丁恨希拉蕊的原因是因為他說他做票 對他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嘛 因為希拉蕊那個時候講的好像是政政有詞 而且他那時候是國務卿嘛對不對 所以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普丁選舉是絕對做票的 肯定的啊 肯定的 可是那你要不要講 你要不要去拋他這個蒼巴 而且是美國人講他就更恨了 所以說了 所以說他講的絕對是對的 一定有人給他什麼通報信 這是絕對是對的 可是呢那你當然就踩到這個普丁的痛腳了 那他就要報復嗎報復了以後呢 結果你就選不上嗎 就這麼這個邏輯嗎 好了 那這個邏輯呢 就跟我們剛剛所說的那個那個會談就有關聯了 這是我的判斷啊 因為沒有資料啊 對不對 只能判斷嗎 好 那這裡都判斷他為什麼不帶幕僚 他只有那兩個翻譯就他們四個人啊 啊普丁的川普兩個兩個兩個翻譯 這裡頭我倒覺得哈 川普那個時候就講大概就一句話 嗯 你可不可以再幫我一次 因為他選連任啊 嗯 就可是這句話你說可以給誰聽啊 嗯 嗯 不可能給別人聽到嗎 那你別人聽到萬一那這個話流出去了 那還得了啊 嗯 那可是呢就在那個時候 那我想這是我的推論啊 那我想那川普一定是說哎 拜託拜託你再來一次吧 你這樣你這個很有效啊 嗯 那這樣幫我一下的話 說不定我就就在連任了 嗯 對不對 所以這個才是他的命根子 嗯 對不對 你我不連任的話我就就就就就很多問題嘛 好了那這樣子的話如果說按照這個推論的話 那當然那川普一定是說普丁是好人嘛 你們這個他川普以下的這些幕僚全說普丁是壞人 嗯 他們是傳統共和黨的思維嘛 全部都是講他是壞人嘛 嗯 對不對 而且那個時候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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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丁又開始搞那個什麼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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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乌戰爭那裡頭的那個那叫什麼克里米亞 嗯 對不對 又開始搞這些玩意兒 那搞這些玩意兒那當然啊 他當然他這個美國人很感冒的嘛對不對 嗯 那可是 歐洲人當然更不要說了 嗯 那所以那 川普呢 他覺得說他對我有恩啊 那我再怎麼樣我也不能批他 你說 川普在他的任內有沒有講過普丁一句壞話 沒有耶 幾乎沒有啊 對 那你說這個情況這種正不正常 這個就不正常嘛 那不正常的意思是什麼呢 意思就是說納入到我剛剛所說的 這個就是所謂的民粹主義 嗯他就是反傳統反現狀反精英就你們做你們能做的我都不幹 因為你們做的不好 那你們做不到的呢 我全幹 哈哈哈跟這個金小胖跟普丁啊什麼的來這一招 好了 那這個東西對台灣有什麼影響 嗯 那這裡面我們就要講幾個重點啊 嗯 現在因為川普啊他來勢洶洶 而且民調的又比拜登還要高 嗯 而且拜登的那個老扣扣 這已經有一點那個哈哈 照顧不住的那種味道了 啊 可川普的雖然他比他小三歲 可是呢我看他生龍活虎 嗯對不對 他身體情況比那個拜登好多了 好 這跟我們台灣有什麼關聯啊 第一個 我們就要看看川普對於這個烏克蘭的態度 嗯 你知道他怎麼說的 他說啊 只要我當選總統啊 第二天就停了 一天內就停戰了 我就把那個 嗯 把那個烏克蘭 停戰爭把他解決了 把他讓他讓他停止 那你這個怎麼做 那不就是說 我們也前從去年就開始了 啊 大概我們就聽到一些風聲啊 割地啊 共和黨 你根本就不太想再繼續支持 沒錯啊 支持烏克蘭了 烏克蘭就割地啊 他的意思說我給你太多資金了啊 給你太多的這個資源的話 我自己本身在 這個南部的這些難民問題 嗯 我也要花很多錢啊 為什麼我要把錢丟在那邊 為什麼不把錢花在我自己的這個地方 那所以說很多共和黨的人呢 已經開始這個意見是有一些分歧了 那川普在講這種話 那好吧 那你說 他的這種作為 是不是很難逆料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您覺得他會怎麼做 他的那個 他就說你這個烏克蘭啊 你就割地賠款 是吧 就是我剛剛講對不對 就割地嘛 你就就停了 那你就聽普丁的 普丁要怎麼幹怎麼幹 就是你這個烏東的這兩個地方 你就讓他拿走吧 普丁對 對川普有功嘛 對不對 當然你要聽普丁的嘛 那你那你烏克蘭就等著辦嘛 啊 等著這個被人家宰割嘛 大概就是這種情況 好 第二個 媒體在問川普 他說如果中共攻打台灣的話 你有什麼反應 他避而不打 他說我不會告訴你 嗯 哈哈他這樣講 我如果說把他跟這個拜登來比的話 拜登講了四遍 他說我會防衛台灣 對對不對 然後呢 他的這個國務院 跟他的這個白宮 他再來這個洗白 所以洗白的意思呢 就說這個總統講的啊 拜登講的啊 這個跟美國的一中政策 是沒有違背的 嗯 這個根本就等於說你在唐塞嘛 嗯 對不對 好 那這裡面的差別就在於說 川普呢 他根本就沒有那麼樣的重視台灣 還有 還有一點 對 他說啊 以前的晶片啊 嗯 都是我們美國在生產 嗯 可是呢 現在呢 哎 怎麼台灣的百分之九十都是你在生產的 你台灣呢 你強我強我美國人的工作 好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不講你台灣的任何好話 可是呢 我都不掏你的 掏你的底 那你這個讓台灣人聽起來 哇 是不是是不是有一些什麼什麼狀況啊 嗯 那到時候真的是有碰到碰到什麼緊急情勢的話 你是不是乾脆就一腳就像你處理這個烏克蘭一樣的處理台灣啊 好 這是讓人家起懷疑的地方 好 第三個 第三個是什麼呢 第三個是說他的個性 川普的個性啊 他是商人性格 他對什麼意識形態啦 人權自由啦 什麼 他不在乎的 他不在乎的 繼續聽這個湯紹成教授來分析啊 如果川普當選的話 到底台灣會怎麼樣 來 請 呃 我先講結論好了 因為剛剛講了一大堆 重點就是說 一個非常大的一個不定數 嗯 因為他是 不可預測 啊意思就是說 我們剛剛講了啊 說什麼 他對付對付烏克蘭的態度啊 把他轉過來對付台灣的話 還有一個重點是說 他的商人性格 嗯 商人在中國傳統啊 有一句話叫做 商人重力親離別 嗯 那什麼意思呢 就他只看他的利益 那其他的什麼人情啊 是這個五輪啊 什麼這些倫理關係啊 都不是無所謂的啊 不是那麼重要 那這個最近轉到今天來的話呢 就是說啊 我跟你談個好價錢 什麼事情我都有可能的啊 意思就是說 像拜登 他也講了啊 人權啊 什麼新疆啊 什麼這亂七八糟啊 這個一大堆啊 他們還認為說 這個是很重要的 而這個東西呢 影響到什麼呢 影響到 等一下我們可能要談的 這個美國的 現在這個德州的這個狀況 老師我們只剩下十 十分鐘 那現在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的結論就是說 他是一個非常難以逆料的一個 民粹主義的政治領導人 嗯 那現在呢 最近啊 因為我每天都要看美國的媒體 英國的媒體 德國的媒體 現在美國啊 他的媒體 還有他的學者的分析啊 有幾個字我覺得是非常非常特殊的 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 第一個 有些媒體專家呢 他就把這個希特勒 跟這個拜登 跟這個川普啊 拿來做對比 怎麼對比法呢 其實我覺得他講的也不是沒有道理 他是說啊 美國人現在有一個 就很多的美國人啊 他主要當時就是這個共和黨 還有以外的這些美國人啊 就是說他們是希望說 有一個強人出現 對強人出現 你要不要講回回回過來看這希特 他也是 民主一票一票選出來 是選完了以後 他才變成一個獨裁者 那現在呢 就是美國啊 他也有這種類似的這種情緒 就是老百姓啊 是覺得說 哎呀你現在這個 亂七八糟啊 這個這個政治人物啊 都是都沒用 太弱了 太弱了 所以說我們要有個強人出來 那這個強人是誰呢 只有川普 你看川普 他黨內的 而且他又超過拜登 好了 所以說他的這個 這個勝選的機率還是蠻大的 那所以說總的來講呢 這個川普的這個影響啊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現在呢 我們要看看 美國的情況 嗯 美國現在 打內戰的這個這個字啊 這字眼啊 是從美國的學者那邊講出來的啊 不是外界加給他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你這個德州啊 你現在 墨西哥 進來的這個難民啊 是越來越多 那你拜登啊 他是說我是基於人權啊 我是讓這些人還是要讓他們進來 結果呢 那他們跟德州呢 就就這個 搞不搞不定 因為德州的最高法院已經判 判就說 我們可以設圍欄 嗯 那這個 拜登啊 就是說哎 這個不行 你們這個圍欄一定要有 我們這個 這個聯邦來負責 所以說他們倆打官司 打到那個哪裡呢 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說啊 這個可以 就 聯邦政府可以去 把圍欄拆掉 拆掉 對 所以說兩邊啊 這個現在已經開始對峙了 那為什麼會講到內戰呢 就是因為已經有軍隊 他所謂的軍隊的 其實還不是軍隊 他是他的所謂的 國民警衛 對 國民兵 國民兵啊 你不要小看啊 國民兵有坦克的啊 對啊 他們拿出來的那個很厲害的 很厲害的 對不對 好了 那現在就說 這個共和黨的總共有25個州啊 全部都來支持德州 嗯 那現在變成說 拜登呢 要跟這個25個州啊 做對抗 啊 那現在呢 在這個邊界這個問題上面呢 就是已經在對峙了 啊意思就是 這個到底 誰敢猜啊 到底你要猜的時候 我要不要有動作 現在這個雙方真的是可以說是 爭鋒相對 嗯 那這個是這個 美國的這個 所謂的一般來講 他的內戰的啊 這種 讓人家起疑慮的啊 這種狀態 可是呢 這個內戰的情況啊 還不只是現在啊 其實五六年前 就已經有人在研究了 為什麼呢 就是如果說 各位有興趣我上講過了 你如果說 你去Google一下啊 Google一個CIA 然後再加上美國內戰啊 一個是英文一個中文 你這樣就Google得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就有CIA的學者 因為CIA他也是找學者做研究吧啊 這個研究的 他是說啊 而且這個早早在五三兩三年前 我就我就看到了這個資料 他們研究的結果是什麼 因為這個CIA啊 他對全世界的這個所謂的內戰啊 他們都有非常仔細的研究 就他們就得出一些結果出來 就是他有幾個啊非常重要的這個指標 如果說你這個碰到這個指標的話 那可能你這個國家就會爆發內戰 你譬如說這個對少數民族的壓迫 譬如說你的這個經濟情況不好 譬如說你這很多地方你是這個獨裁啊 什麼等等等等 他有一個一系列的這個指標 到這個指標呢 結果美國人家一看 欸好像對我們這邊好像 美國也很像啊 哈哈哈哈 這個就什麼呢 這個就是在川普那個時候 這2021年這個1月6號 不是有一群報名 結果就衝進這個美國的國會嗎 對不對 就從那個時候開始 人家會覺得說 呀這個美國現在好像就跟這些 很多其他的國家的這種 在這個內戰之前的情況啊 非常類似 而那個時候呢還沒有這個難民的問題啊 嗯 現在是因為這個難民的問題 太嚴重了 這個美國人說啊 這個有可能要內戰 可是這個移民啊 在這個之前 其實老早就有學者專家 在做這個研究了 而他們那個時候認為什麼呢 認為這個導火線可能在什麼時候呢 是在於說川普那個時候 因為川普他一直都認為 上次選舉是被騙了 是被人家吃掉了啊 原本他是應該贏的 結果呢現在變輸了 那而且呢他的這種想法呢 他還有還一堆的支持者啊 對我覺得這個很可怕 很可怕很可怕 講不清楚啊 川普呢從他落選的那個時候開始 他就一直在操作 他是被做票被做掉的被做掉的 所以到後來才會去衝進這個國會嘛 對 然後可怕的地方是到目前為止 都還有一堆這個川普的這些的信徒呢 對川粉的就覺得說他就是被做掉的 就不服氣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這種民粹的這種這種 這種政治領袖的一個很大的一個特色 非常大的 他可以用一種類似像這種宗教式的 因為說實在的只有宗教領袖呢 能夠去催眠他的這個支持者 你會相信一個擺明著不是事實的人 你就去相信他 對 好恐怖 那現在呢就是在 這個三四年前我講那個那個學者叫做 Watton 他的意思是說什麼呢 是說美國將來啊 有可能會爆發內部的這個嚴重的衝突 而且他也是用內戰這兩個字來形容啊 這個導火線在哪裡呢 導火線在於說 你如果說下一次的選舉 也就是11月啊 下一次的選舉 如果說兩邊啊 非常接近 結果有一邊啊 就輸的那一邊啊 他說 做票 好了 這一定打起來 那這個東西的話 那就兩邊就扯不清楚了 那一扯不清楚 因為你這個做不做票 這個很難證明的 對不對 就是說他想說 可能有這個一兩張真的是做票 可是他就一兩張嘛對不對 那就可能也沒那麼大 不足以影響選舉結果 沒那麼大影響 可是呢 萬一這個事兒 就是因為有前車之劍 那你現在如果說你再來一次的話 那就整個說 這個美國的這個民主啊 就都要爆炸了啊 現在的美國學者還有一個想法是什麼呢 他說啊 我們雖然是這個歐美國家 這個先進的國家 西方國家啊 可是美國現在呢 是唯一的一個說 我們現在要 政權的啊 這個延續啊 可能都會產生問題的 因為他覺得歐洲國家都不會啊 歐洲國家就選完選完選 就跟台灣一樣 就換人啊 或是不換人啊 或是什麼樣的 他說我們現在呢 就陷入到這個困境裡面 就是我們如果經過選舉 是不是能夠順利的政權的 這個這個移轉啊 這個東西他已經產生疑問了 而且是高度的疑問 因為我看到了很多這個新聞的分析啊 他們就在講這個 欸老師 如果真的是這樣子的話 那 美國就變成是 美國就變成是第三世界國家了 對 好了 欸為什麼他們為什麼這次會擔心 因為上一次的時候呢 上一次川普輸的那一次 呃 其實美國的軍方也很擔心 所以呢 他們擔心呢 呃 川普輸了 好 然後會做會下達一些很瘋狂的這個指令 所以呢 他們才會去跟這個大陸的那個李作成 他們聯絡 我希望你希望不要動 就說 任何的通通都不要動不要動啊 因為他們就說 為了要 對為了要確保這個和平 政權的和平轉移 不要在這個過程之中的時候 因為任何的誤判呢 讓中國大陸呢 也採取一些呃 就是舉措啦 對 但是為什麼這一次上一次都度過了 為什麼這一次他們會更擔心呢 就是因為有難民啊 因為以前的問題還在 就非法移民的問題啦 以前的問題還在 現在又加了一個 非法移民的問題 而且這個加了一個這個問題呢 也是兩邊炒不 炒不完的 炒不完的 那所以說呢 現在變成說 這個難上加難 嗯 好了 那你說你到底能不能夠 真正的所謂的平穩過渡 那現在都是很大很大的一個疑問 好可怕喔 那你這樣子的話 照照我們剛剛所說的 美國怎麼落到今天這個地步 川普的作為 加上自己美國的這個內 這個這個內 內政的情況 嗯 你聽在台灣人的耳裡 那你是不是會覺得說 哎呀 萬一真的走上這一步的話 那我們怎麼辦啊 嗯 對不對 那你現在如果說 你現在民進黨 你現在是一面倒嘛 嗯 對不對 你完全聽美國的嘛 嗯 你跟老公那邊從來不來往 好了 那萬一真的美國說 哎 對不起啦 我是自身難保 你不是阿國家啊 那你們自求多福吧 這個有點像什麼 你知道嗎 就像當時的蘇聯啊 準備垮台的時候 對那些東歐國家 就是這樣子啊 他對不起啦 我已經自身難保 我自己都要垮台了 那你們自己就看得辦嘛 那所以說他們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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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所謂的蘇東坡 就這樣子來的 好了 但如果說你這個情況 如果美國真的走上這一步的話 那你台灣 你是不是要做好一些什麼樣的準備 好了 那你現在兩個 一個一個是賴清德 一個是小美琴 你都是被人家 對岸 定位為台獨頑固分子 那我怎麼跟你交往啊 他那邊 老公那邊他也下不了台啊 好了 那只能怎麼辦呢 只能說 好萬一 現在 520 我現在的預判啊 這是我自己的判斷 你說520 新的內閣 現在還是舊內閣吧 你新的內閣出來了以後 你說他可能是全部綠的嗎 他他之前就 他現在就已經講了 他就是要用 他就是要用拉夫式的方式 他不要跟你黨對黨談判了 他就拉夫 到時候他說不定要黨對黨了 不知道 我跟你說 很難說 因為他之前已經講了 他不會 不一定 為什麼 我的想法是什麼 就是說因為我們 你現在記不記得 我們是禮拜六選完 對不對 禮拜天 有老師上次分析過了 你就說什麼 禮拜一 美國人給他很大壓力 老美就來了 他來幹嘛 你覺得說他就是要他 他在這個陸委會的人事上面 要讓 那你 那你是不是 非律的人出任了 那你是不是應該要有一些作為 意思就是說 老美現在啊 他當然一方面 他是用這個 這個打壓式的方式呢 來壓抑老共 對不對 因為他覺得老共現在越來越大 啊 那他要打台灣牌 可打台灣牌兩種打法 一種是家 一種是煞車啊 你現在踩油門踩 一直踩一直踩 踩到底的話 兩邊不就對撞了嗎 那說說你踩油加油門的時候呢 你要加 可是呢到時候呢 你還得要踩踩煞車啊 那你怎麼踩煞車 那你現在看看美國的 他的他的這個對於中國的 對於大陸的他的這些策略 哪一個地方是還可以鬆動的 就只剩下台灣了 是 你說美國的什麼賣武器啊 什麼這些什麼晶片啊 什麼科技的這個 這個圍堵啊 你這東西你動得了嗎 很難不好弄的 那所以說你現在又希望北京 在這個中東問題上面 來幫你一把 因為他從老早就開始了 從那個那個 休馬 就是那個美國的這個參議院的 這個多數黨的主席 在中東戰爭的爆發的第二天 他已經剛好坐在 坐在那個習近平那邊了 跟他在那邊對談 他就對習近平提出要求 是他說你應該來幫我一把 是老師我們還剩下這個20秒 因為呢到那個 在賴清德的那個人事佈局呢 當然就還是要等著 接下來看他怎麼做了 這個是老師的這個預言認為說 他必須要用非率的 才能夠去緩解他在兩岸關係上的緊張 可以從海氣會開始 我們就拭目以待 好我們就拭目以待吧 非常謝謝湯長的分析 好